丁俊辉与布朗决胜局局战 剧情跌宕起伏 撑满反转 哈喽大家好 我是看球球的红凤 虽然成功上手 但是台面的球形并不理想 有五颗红球都在库边 非常难以处理 并且丁俊辉还是比分落后的一方 形势岌岌可危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样的球形下 丁俊辉能够处理到什么程度 位置 15 好久不見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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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钟 23分钟 34 31 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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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呢,你 黑球归位,普遍的红球也被丁俊辉成功处理掉三棵 看起来一切都在按照大家预料的方向发展 但是情况真的会如大家预期的这样吗? 烟酷的红球还是出现了失误 现在只领先了11分 并且还给对手留下了进攻机会 目前整个形势对于丁俊辉来说有些不太乐观 季節呢? 《红萝卜前》 1 没想到布朗走位出现了问题 给自己拖上了斯诺克 不过好在底库有一颗安全球可以捡 这种关键时刻就看他的捡球功底如何了 攻击 攻击,攻击,攻击 攻击,攻击 攻击 攻击,攻击 攻击,攻击 攻击,攻击,攻击 攻击,攻击 規矩 第四次才解到球 不但送给丁俊辉12分的卡分 还留下了机会 虽然这个进攻有一定难度 但相信丁俊辉不会放过 没想到的是 不但没有打进 反而留下更好的机会给布朗 现在台面形势一片大好 看来丁俊辉要收拾球杆准备回家了 布朗这球居然也不进 太预备安静 看来军胜局给对手带来的压力 还是不小 刚才还是命悬一线 想不到倾客就发现威仪 并且还获得了一个 不错的上手机会 让我们来看看 这次丁俊辉能不能把握住呢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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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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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